新增一個網站 這個網站裡面基本上我們就是第一個APP 網站名稱 那放在桌面上需要一個資料也是第一個APP 就是名稱都一樣 按儲存所以將來無論如何 你要做一個APP之前其實就是做一個網站 做一個網站 那按儲存之後呢就會產生一個空間了 那在這裡我們需要建立一個index index從檔案裡面新增一個開心一個檔案 那重點關鍵點就在這個一定要是類型一定要是ICTML5 按個建立 對不對 那建立之後的話呢 它就會產生一個空白的文件 那基本上這個標題改不改都沒關係 你可以改一下第一個APP 那再來就是說直接在body跟body中間按enter 我們需要插入三個頁面 第一個頁面的話 記得把這個改成傳統的 JQuery Mobile裡面插入第一個頁面 那這個時候他問你說要不要把JQuery Mobile的檔案放進來 你就選擇確定就可以了 再來這個 ID 第一個頁面我就要配取好了 OK按確定 然後第二個特別注意喔 關鍵點在這裡 插入第二個的時候呢 請你務必注意喔 他現在的架構 請注意喔 盡量看這邊 他一定是 這樣一個頁面對不對 所以我下一個頁面插入點喔 一定是在 斜線DIV跟斜線body的中間 你不能夠直接就點一點 然後就再插入第二個頁面 如果在裡面的話 剛剛有同學做完了 但是無法連結 所以 關鍵點在哪裡呢 請你在DIV斜線DIV的 這個地方按個enter 插入 第二頁的插入點在這裡 所以再插入一個頁面 這個時候他問你說你的名稱叫什麼 我們叫Page1好了 第一個是Page 第二個是Page1 第三個是Page2 OK 按一個確定嘛對不對 然後一樣的方式呢 他又產生一個 DIV 斜線DIV 標一樣放在下面 再插入一個 Page2 按確定 那分別 把它改一下 就是說 這個地方是第1頁 第2頁第3頁 然後改完之後 類似像這樣子 第1頁的頁首 第1頁的頁尾 然後呢 做超連結部分呢 記得就是在這個地方 加上什麼 項目符號 這個地方就連結到 Page1 根據的是什麼呢 他的ID 前面多一個警示號 就是這樣而已 這個是指的是這個 這個就是 他就連結到哪裡呢 連結到這個 因為 一個頁面 叫做什麼 Page1 這個是Page2 就可以連來連去 所以基本上的架構 大概是這樣子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那等一下的話呢 畫面先還給各位 先把這個架構完成 畫面還給各位 好有喔 好